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一年长年期第十四主日 今天的福音向我们叙述 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杂热 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导人 但是被会堂里聚会的自己家乡的同胞们给拒绝了 耶稣之所以被拒绝的原因 在福音中为我们提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因为耶稣只是一个木匠 所以乡亲们彼此这样说 他这一切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是谁给他那样的智慧呢 他的手竟行出这样的神迹 这不是那个木匠吗 弟兄姐妹们 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说 这双木匠拿出众工具的劳力之手 怎么可能有能力行出 耶稣让他们尊重且佩服的事情来呢 耶稣的同乡坚持要停留在对他原有的认识上 为他们来说 耶稣就是一个木匠 而且他不可能脱离 他不可能脱离这个身份 雅各洛塞友达西满的哥哥吗 其他妹妹们不也是都住在我们这里吗 这个他们称为玛利亚之子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这些个伟大的事呢 会堂里的会中 就是以这两个表面上的理由当借口 拒绝了耶稣 然而在这两个表面理由的背后 弟兄姐妹们 我们却是看到了真正的理由 这可以挑战人生命的真正理由 是听了耶稣讲到的人 总是必须为生命做出一个抉择 我究竟是要接受它或者拒绝它 耶稣的同乡人拒绝了 他们的选择是拒绝了 他们的拒绝应该不是因为个人性格上的不成熟 而产生的冲突 也不是为了反对而无理取闹的反对 按照今天福音的记载 是他们对他起了反感 起反感的真正理由 大概是因为耶稣的教导 总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挑战 挑战我们在行动上 要积极地去实践他的教导 而为他们 也包括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 不做什么 要比做些什么容易多了 消极地去拒绝 比积极地去接受 要容易多了 破坏也比建设要容易多了 总之 不去做 必去做 要简单太多了 所以在会堂里的人们 消极地拒绝了耶稣 也拒绝了耶稣所带来的生命挑战 事实上 这些人的决定 也常常是我们所选择的决定 我们虽然自称基督徒 也在感恩圣迹中 听着耶稣的教导 但是常常只听不住 这不也形同拒绝了耶稣吗 在今天的都经一例 我们看到二则 科尔先知 也被同样怀着消极生命态度的人拒绝了 引着以色列子民 对天主诫命的漠视 先知预言了耶路撒冷的毁灭 以及耶路撒冷国的灭亡 险子的宣将迫使民众 必须做一个抉择 到底是要选择顺服天主 或是继续叛逆天主 是要选择罪恶 还是选择悔改 可惜啊 真的可惜啊 他们选择了拒绝天主 而随从的罪恶 所以公元前587年 限制的预言实现了 以色列国被拿布高王侵入 并且拉枯吹袖班帝被灭亡了 是啊 弟兄姐妹们 听耶稣教导的群众 必须对耶稣所带来的挑战 做出一个分辨 听先知宣报的以色列国 也必须对先知带给他们的挑战 做一个抉择 同样的 在第二篇读经 格林多人后书当中 保禄中途告诉我们 他怎么为他的生命分辨出 什么是最好的 以及他如何做了最好的抉择 在书信中 保禄说在他身上有一根刺 我们虽然不明白这根刺 指的是什么 但很可能就是他面临的困难 或者是所罹患的疾病 或者是所受的凌辱 或者是遭遇到的迫害 或是为爱基督 而面临的困难处境 等等 这些痴 时时都在挑战着保禄 挑战他必须为生命做出分辨与抉择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感觉如此在悲 甚至曾经三次痛苦的祈求天主 替他把这些痴拔除掉 面对这生命的挑战 保禄没有选择依靠自己的能力 而是学习耶稣以柔顺和谦卑 选择依靠天主的大能 在面对天主的大能上 我们看到保禄有一种非凡的信德反应 他说 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德能藏在我的身上 对保禄来说 夸耀自己的软弱 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因为他曾经很在意他的名誉 并且为名誉操心不一 对我们来说 要在人后承认自己的软弱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要在人前承认软弱 那更是绝无仅有的事 然后保禄懂得如何靠着天主的力量 来战胜自己的虚荣 克胜本性的软弱 以致他甚至可以夸耀这软弱 好让天主的能力 在他生命当中 展现那个能力 从保禄面对生命中 为他带来极度痛苦的痴与软弱 我们可以学会如何 在软弱和痛苦中选择依赖天主 我们在保禄的生命中看到 当他选择依赖天主的时候 生命中的软弱 不但不会腐败生命 反而成为接受天主能力的入口 换句话说 当我们选择依靠天主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懂得 如何在痛苦中珍惜爱护我们自己 因为天主正以他的大能扶持我们 以他的爱珍惜爱护我们 并且如同保禄一样 我们可以在天主面前 卸下我们的心房 去感受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以及因软弱所带来的痛苦 并且在圣神的引导下 于适当的时机 会为自己的软弱和行为负责 也会好好地照顾 处在痛苦中的我们 为我们自己负责 同时我们也可以如同保禄一样 夸耀着软弱 也就是不必想着要去分析 或是为自己造成痛苦的软弱 去辩解 我们只需要去感受软弱 并依靠天主的力量 不让软弱来操控我们的行为 是啊 弟兄姐妹们 生命中的吃与软弱 所带来的痛苦 正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选择天主 并把我们自己交付给天主 好让天主的德能 藏在我们的身上 因此 不屈不挠 未必就是真正的坚强 如果我们真心愿意选择 让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人 那么真实的力量 反而是透过 那显入出来的软弱 而展现出来 在我们的崩溃中 天主便要重组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回到正规当中 今天的杜金儿 保禄不就是 在向我们分享 这他可以大声夸耀的 被基督德能重组的生命吗 是啊 弟兄姐妹们 这软弱 让保禄深刻体会到 天主恩宠同在的力量 因为软弱 所以使得保禄 不以自身的能力 及成就来自夸 而是谦卑地 来到主耶稣面前 寻求恩宠 事实上 受苦 并非只是保禄的 亲身经验而已 它是所有人类的 共同经验 在我们的生命中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总有些事情 在我们生命中 形成了伤痛 我们的堵持 而令我们的生命 感到挫折 惊艳到疼痛 这些挫折痛苦 必定曾经让我们像保禄一样 向天主祈求 为我们拔去这些痴 甚至也曾经 同耶稣一起呼喊过天主 能免去这杯苦诀 但是 如果我们愿意在天主面前 承认我们的软弱 并且依靠天主 那么保禄的恩宠经验 就将成为你我的生命经验 这软弱 不但会使我们学会前辈 也会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更有神度 所以 以耶稣为老师的保禄 给了我们很不一样的教导 而今天福音中 耶稣在自己家乡 被同乡拒绝的事件 我相信 这事件也给保禄的教导 带来的启发和滋养 耶稣的同乡 自以为认识耶稣 自认为知晓耶稣出身卑微 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 或失识哪位有名的拉比 也就是老师 而且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家道为寒贫贱 因此怎么能够负起崇高的使命呢 他如何能够自命为 墨西亚王国的开创者呢 他又怎么能够声明自己 是天国的代表呢 所以 他们对耶稣所讲的 就怀疑不信 甚至起了反感 耶稣这受屈辱的遭遇 乃是他自由的选择 接受人心 以及自由的去抉择 作为人所经验到的最深的软弱和贫穷 福音叙述人们 以拒绝对待了耶稣 却同时也提前预告了他的受难 与十字架上的死亡 耶稣自由的选择接受 并面对这一切苦难 而且完全不以暴力面对 反而是以他的整个生命 并以天主旨意的方式 迎向这一切 并胜过这一切 在最最极度的软弱当中 耶稣成了最最刚强的 是啊 弟兄姐妹们 耶稣以天父的意愿 来作为自己的愿意 他服从自始 且使在四字架上 为我们立下的选择 天父旨意的典范 而保禄学习的耶稣的榜样 选择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德能 能够藏在他的身上 保禄的抉择 需要依靠天主的恩宠 而信德正是领受 天主恩宠的关键条件 信德的欠缺 是天主赐予圣宠的 一个大障碍 因为恩宠 需要我们接纳 才能够通传给我们 如果我们拒绝他 他尊重我们的自由选择 也就不能如他所愿的 进行工作 所以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在拉扎勒会堂 不能行什么神迹 而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 复首治好了他们 这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心 弟兄姐妹们 就让我们祈求上主 使我们能向他的恩宠 他的真理开放 并且继续源源不断地 走向选择耶稣的道路 让我们的生命选择好 还要更好 选择善 还要更善 因此 如果我要做得比归属更好 更多 那么就去参与吧 如果我要做得比关怀 更好 更多 那么就去帮助吧 如果我要做得比相信 更好 更多 那么就去行动吧 如果我要做得比宽恕 更好 更多 那么就去爱吧 如果我要做得比教导 更好 更多 那么就去服务吧 如果我要做得比较好 更好 更好 更多 更好 那么就去成长吧 如果我要做得比友善 更好 更多 那么就去成为朋友吧 如果我要做得比较好 如果我要做得比获得更好 更多 那么就去给予吧 如此 弟兄姐妹们 我们将不仅拥有生命 而且 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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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